那演員的這部分呢 其實演員們都說 沒想到每一場戲都這麼的硬 有 因為第一個 你看他們光是在拍那些軍隊訓練的過程 還有片中很多衝突 對 打架 那個都是真的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其實比如說 你賞我一巴掌 你只是賞一巴掌 可是他們片中在拍的時候 你知道拍那種賞巴掌的戲 是演員群裡面最痛苦的事情 一 我是要真打還是假打 一開始都想要假打 可是假打都還是有打到 所以最好拍這種有打架的戲 最好大家一次溝通好 你就真的打我吧 真打一次就好 可是經常還有攝影機要互相擺 可能要打很多次 對 所以片中做這種衝突的戲很多 所以演員都覺得 他們還要在烈日底下曬太陽 去做那些粗糙幹嘛 你看軟津天在裡面嗆水 那也都是真的啦 這個片子因為他強調很多真實感 所以在整個拍攝上 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們在拍的時候 要晚上就很熱 然後到晚上又很冷 所以我知道他們輕鬆在拍的時候 因為他們還有大量的在海灘的戲 還有在那種水的戲 潮戲間 對 因為我們認識一些片中其他的人們 他們都說拍的真的很累 嗯 真的非常辛苦的一個製作 而且我覺得一定要提一點是 因為像林書宇導演 林書宇導演他還願意來幫這片當副導演 做很多在協助演員上面的事情 那紐登哲導演本身是一個蠻會要求演員的導演 對 其實這樣是對正確的 所以整個片的演員的表現的素質 是平均的 你不會覺得誰的戲到他的時候就會掉下去 不會 大家的戲是平均的 在整個表演上是很好的 這個片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應該說其實因為紐登哲 他自己是一個很龜毛的人 所以他在畫面跟音樂很多地方 他都很要求的 這個片其實他有用很多音樂的地方 去說故事 所以當然這片的主要配樂是李星雲老師做的 我覺得 李星雲的音樂真的就是好聽 就是基本上他很能夠烘托整個情節的推演 那片中其實最重要的一首曲子是萬倩唱的 就他唱馬力龍錄的一首歌叫大江東曲 所以其實他一直不斷的用很多小細節 去刻畫角色的心情 為什麼他唱大江東曲 因為他講的就是一個沒有辦法回頭的一條路 回不了了 所以你從那個歌詞裡面就知道說 萬倩他這角色的心聲是什麼 那甚至他也因為跟阮金天發生一些情感 所以呢他們是透過這首歌去交流的 阮金天學這首歌 某種程度上也是唱給自己聽的 對 他也回不去了 來到這個地方 每一個事情都會改變的 你原本帶著一個承諾 帶著一個對女朋友承諾 來到軍中樂園 可是呢 最後很多事情是變化了 你的女朋友就變變了 所以他覺得他傻傻手承諾要幹嘛 但我覺得萬倩都是講那句話也很好 承諾是給自己的 不是為了誰 所以當他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感覺到 這個歌跟人之間的那個互動 那影片的後半段 就是葉樹山的那首歌 傷心無話 這首歌我覺得就是更能夠去 烘托831這一個單位 他在那個時代下的一個怪 荒謬 就是他根本不應該存在 他為什麼存在呢 所以葉樹山這首歌 雙心無味這首歌 就後面的貫穿了整個在軍中樂園的一個命題 在這個主軸上 我覺得音樂其實是扮演了很多畫龍點睛的作用的 所以我認為 今天導演真的是在很多細節上的考究 我認為他是很用心的 而且這片其實在整個剪接上 還請侯導演出來幫忙 是 有掛名侯孝賢導演 有啊 而且他謝謝兩次了 我覺得是 因為他是真的很謝謝侯導演 因為當然侯導演是走過那個時代的人 所以他們對那個時代的一個節奏感 應該怎麼做 其實侯導演是更清楚的 所以這個片的剪接顧問 就是請侯導來幫忙 這個片在很多方面 都是一個蠻工整的表現 最後請西瓜姐幫我們說 軍中樂園特別推薦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特別要推薦的是 因為831這是對於很多當過兵的人 是遙遠的時代記憶 可是這個東西 他應該要有一個故事 要有一個好的劇本 所以其實我蠻開心是 扭成者來拍的 因為他的父親對那個年代是有情感的 他當然父子之間的感情 是可以透過那個時代去建構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拍這個片 不是只有在拍一個片而已 他是在向他的父親致敬 像那一個時代可以說出一個應該要被說 但始終沒有人想要說的故事 因為不好拍 不好講 你要說什麼呢 831是一個歷史的錯誤 人權上的荒謬 所以這東西本質上他很難說 他也很難說得好 所以我還蠻開心是扭成者導演 來做這個事情 他至少 好啦 功德圓滿 我覺得恭喜他 恭喜他 今天非常感謝西瓜姐幫我們分享 軍中樂園 謝謝西瓜姐 謝謝